您好,您好,欢迎你参加这个第五次的分享 亦都是今天结束关于泛义憧憬的分享 那个主题就是讲多元和合一 就是说多元中的合一 香港的社会是很多元化 我记得最初在香港第一个印象 香港很多种人,大家都是中国人 但这个是客家人,这个是台山人,这个是四溢人 是很不同的 后来我开始接触那些海外华僑 我觉得又是,譬如来自台湾的中国人 和来自香港的中国人已经不同 类似大陆的中国人,类似越南的中国人 有不同的 有时候我要探一些海外华僑 有时候我要探四次,一样的地方 因为大家是中国人 但他们之间保护一种隔离 因为是不同的 但我香港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香港虽然是这么多种的人 但香港保护一种的合一 这个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今天要讲教会 如何能够在每一个地方 投入那个地方的文化 融入那个文化 但是呢 保护和其他教会很深的合一 所以呢 一方面是强调合一 另外一方面呢 强调差别 每一个地方有它叫差别 这个差别不是破坏的合一 相反是强化合一 你可不觉得 雀仔呢 那么多个世纪 都是整朝差不多一样 可能几千年 那些雀仔的朝 又是这样固定的 这种雀仔一定做这样的朝 这种是另外一种 但是那种呢 是不变的 人不同的哦 人的屋 你一见到一间屋 可以这么旧的 这个旧式的那些 不是现代的 即刻知道 它怎样设计那间屋 你知道是什么人 哪一个时代 人 是有创意的嘛 所以呢 它一定要创作一些东西 它不是说 永远不变 你想想 食物就是这样嘛 动物和人是不同的哦 大家都吃 但是呢 食物又是创意的嘛 所以 这个 差别 地区的差别 和整体性的合一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宗教呢 宗教呢 我们信耶稣基督 是一个宗教 是一个信仰 但是这个信仰当中呢 有很多 特別的差别 比如 所谓基督教 和天主教之间 有些分别呢 叫做大的分别 但是大部分的分别呢 只不过是 可以大家接受的差别 可以接受不同 但是我们大家不接受呢 因为习惯啦 因为已经画了那条线 哪个站那边是这样 哪个站这边是这样 大公会议很勇敢啊 想 取消那条线 因为人为 因为不是天主定的线 礼仪宣章呢 讲清楚 他说 在我们的宗教信仰 在我们的礼仪里面 有些东西呢 是耶稣定的 那些我们 是必要的东西呢 我们不会改的 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呢 是不是耶稣定的 是人定的 那些呢 大公会说 不单止可以定 有些事情 需要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帮人们 明白参与 所以那个更新 是非常之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呢 过了这么多世纪 好像各样一样 那么重要 不再分别 哪些是耶稣定的 哪些是人定的 这些是宗教的东西 几十年前 开始 天主教都接受火葬 但以前 德伦多的时候 哪个讲火葬 哇 是无神论者才选火葬 在欧洲呢 我小时候 这个字都不敢说的 火葬 即是 哪个用火葬 哪个说我死的时候 我选火葬呢 这个人一定 不可以接受 扶游 一定不可以 入天主教的 集困场 一定不行 因为他是无神论 他不信 永生 才接火葬 这个不是耶稣定的 这些东西 是人为的东西 但是呢 入了人的思想 我记得 徐胜斌主教 有一年 写一封信 我希望我妈看这封信 写一封信 现在香港的地方 是很不够啊 你们考虑一下 尽量不要反对 人家可以选择火葬 今天已经没有人说这些东西的 没有人说这些东西的 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变了 我们不信 荣生不是吧 无论是土葬火葬 一样我们信活活 一样 但是呢 那个认识 不是耶稣定的 是人定的 这些呢 大公会说 可以改变 有时呢 需要改变 是一个历史的包袱 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要改的 更加看清楚 那个信仰的意义在哪里 我记得 我记得 很多年前 有一晚 务道班 后侍者领洗 一个 我很记得 一个学生 很年轻 今天我见过他在务道班 很开心 他妈 初初反对 那个女儿领洗 但是后来呢 他妈都愿意 都签名 那个女儿 可以领洗 那那晚呢 我很记得 在圣堂 也都很深刻的印象 在圣堂 领洗 他选了个名 因为他选了我妈的名 叫做Anna 所以我更加记得 现在这么多年 我没有见过Anna 这么开心 领出世 迎上 领圣堂 领坚振 后来 结束了 就回家 不用半个小时 因为她住在圣堂附近 她的妈妈回来 带着Anna 神父啊 我不要这个人 麻烦你帮他领洗 你养他 很生气 那发生什么事 你签名 对了 对了 我不知道原来领洗人家 神气 她是神气的 是魔鬼 上身啊 我不要这个女儿 这个不是我的女儿 发生什么事啊 我不明白 发生什么事 你 刚才她在你家里 看着我 她说 妈妈 你应不认得我 她说 当然认得 你错了 你的女儿 死了 埋葬了 这个你 是复活了 神父 她说这些字 给我听 我很害怕 我不要这个人 我问过Anna 是否你这样说 对了 我学了这些东西 在圣堂是这样说的 刚才开心 神父都这么说 大家和耶稣死了 迷藏了 现在复活了 新的生活 妈妈 你给我的命 我改了 我不是那个 我现在叫做Anna 哇 为什么你会发生这么大的 误会 因为Anna是热心的教友 但是她未到 未成熟 未能够用人家说的话 解释她的信仰 她坚持 用回她在圣堂用的 术语 我用这个词 就是那些特别的说话 那些 跟其他的人 有信仰的人 大家明白的嘛 但跟一个完全 没有接触过这个宗教 完全不知道你讲什么的东西 你用回你的说话 那是谁错 解释了之后 再说给她妈妈听 叫Anna解释给她听 那她妈都接受 女儿的宗教 因为见到她乖 见到她变得好 但是第一个印象是 那么反感啊 所以呢 所以要多元重的合一 但是地区性的差别是很重要的 那刚才我说香港呢 是很特别的 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中国 我开心中国都承认香港 那么特别 一国两制 就是 几好啊 这个地区是很特别的 由自己的制度 由自己的特色 那么呢 香港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 都是普世的教会 但是当然 由自己的特色 这个呢 很多次有很多冲突 在这方面 很多冲突 很多误解 但是 既然我们又是一个宗教 应该呢 是 或一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 在礼仪里面 有很多 特别的礼仪 是中国人的礼仪 我们不需要再到礼仪之争 在利马达时代都发生这件事 因为 罗马的礼仪 不需要一样 搬去 在任何文化里面 因为 每一个文化 由它 特别的方式 表达出 那个表达的信仰 是对文化 未必適合第二个文化 所以 这个 Unity 合一 In diversity 是不同 是不同之中 Unity 才是 成熟的Unity 大公会说 这个做法 Diversity In Unity 这个做法 是更加 强化合一 更加 那个合一 是真的 是深的 如果是 或一 好像一班学生 一定要穿 一件衣服 一个制服 可能 有些 那个学生 一到了高班 其实是觉得不喜欢 但如果你 接受了 又 有 差别 但是 保留 合一 那些学生 可能 那个制服 不同了 的 colour 但是呢 可能 它对于学校的归属感 更加深 校服的目的 是帮学生 更加 对于学校有归属感 我 我 结束这个分享 呢 想跟你 分享一件事 可能你不同意 我 一个 外籍人 意大利籍的人 我 敢说 香港 中国 未试过 真是做殖民地 殖民地 我都见过 那么少 殖民地 是改了人家的文化 人家的文化 人家的文化 变了殖民地的文化 忘记自己的文化 接受人家的文化 接受人家的文化 接受人家的语言 所以 那个国家的合一是危险 由不同的语言 讲不同语言的民族 造成一个国家 是非常殖民地化的 中国呢 它有几千年 都有一个语言 有一样的文字 和一样的文化 这个文化 是中国合一的基础 没有一个省 由自己的语言 不会威胁 那个国家的文化 所以呢 我觉得 香港呢 是很小的地方 很小 但是呢 在香港什么都有 真是 真是 麻雀虽小 五藏俱全 在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呢 有那个地区性的特色 很强 香港就是香港 没有第二个是中国 或者是全世界 只是一个是香港 的身份 很清楚 很美丽 很独一 是香港的 同时呢 是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 它自己都很需要国际性的城市 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 它接触各种的人 各种的文化 在中国文化里面呢 有自己的特色 就是 我在工厂的时候呢 很明白的 香港的工人呢 是不同 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人 工人呢 又它的 信用 这个字 信用很重要 为工厂 用这个字 一个普通的工人会说 所以怎样做事 那个责任感 那个 是不同的 很成熟的 对于法律的看法 香港人是守法律的 慢慢慢慢 学了排队 哎哟 那个排队那样东西呢 变了香港的特色的哦 它很不忠给人家 现在其他的人 不会排队 它觉得很不舒服 很不对的 被骂人家 进步做多 维生啊 环保啊 样样都进步了很多 和家庭呢 仍然是 真是中国人的家庭 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都是中国的关系 但是同时呢 这个地方呢 非常之国际性的 它分分钟接触全世界 接触所有的各种的人 各种的语言 各种的民族 外籍人可以住香港 很安全 外籍人可以坐的士睡觉都可以 在其他地方 未必 尽量你坐的士睡觉 因为你醒的时候 未必知道你在哪里 香港是很美丽的地方 今天结束这个 泛义的憧憬 很希望 香港的教会 和香港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憧憬 一个vision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 我们有足够的人才 因为香港什么都有 但它什么都没有 其实 它什么都有 真是无中有 这个地方 这个教会呢 我相信 可以变成一个 中国憧憬的 一个缩影 我们下期见